我劝你少跟我耍这些手段 我可不像那什么李芳 跟那怂包一样被你欺负 李芳 你怎么回来了 是不是皮带要把你接回来啊 不是的 我回来拿点东西 东西在书房呢 我都帮你收拾出来了 离婚后 因为一点小事 我不得不回到这个家 这个凶狠的女人 是当初婆婆亲自把关挑选的 而她为了赶我走 用尽了各种办法 怎么这么剪啊 就是啊 你想厚死我们呀 不应该呀 我就放了一勺盐 连个饭都做不好 我们请你回来有什么用啊 她肯定在外面啊 干了不三不四的事 又是买新衣服 又是喷香水的 不就是为了见男人吗 不能吧 宁可错杀一亲 绝不放过一个 她要是真出轨啊 哪可告诉你 她跟她精神出户 儿子啊 大师说了 礼防呀 会影响我们家的运势 我只要一看见她 我心脏就疼 你可不能不管 可是 可是什么呀 可是 妈都给你看好了 老王家的闺女呀 可比她强多了 你听妈的 马上给她离婚 赶紧去把厨房碗给你刷了 干个活儿 磨磨磨叽叽的 李放 妈知道错了 以前呀 你什么活儿都不让妈干 我想吃什么 你就给我做什么 可是现在这个女人 她处处针对我 李放 你要是想回来呀 我就让皮带跟她离婚 我现在不能叫你妈了 就叫你阿姨吧 阿姨 以前在这个家 您的话就是圣旨 皮带也从来没有帮过我 您算计我 冷落我 甚至用难听的话骂我 这些我都忍了 我最后却落个离婚的下场 您说 这是谁的错呀 李放 妈知道错 恶语的眼泪 不值得别人相信 可怜之人 必有可恨之处 我不是你们家 招之寄来 挥之急去的保姆 搞垮这个家 搞垮这段婚姻的人 是您 不是我 恶人自由恶人魔 好一个风水轮流转 您这叫 咎由自缺 与我无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